炒白菜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炒 今天教你一招 做出来好看又好吃 而且非常的下饭 把大白菜一片一片的这样掰下来 把白菜帮和白菜叶子分开 然后用刀把白菜帮这样拍一拍 更容易入味 然后再斜刀切成片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切好装入盆中 再加入半勺的食盐 然后充分的装拌均匀 白菜帮的含水量较高 把水分腌制出来一些 在炒的时候就不会大量的出水了 而且吃起来口感更加脆嫩 装拌均匀之后 把冰箱放白菜帮里腌制10分钟 我老婆爱了想吃面条 今天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面条非常好吃的做法 把面条煮熟捞出放入碗中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两勺上海葱油 就这样给它一拌 拌匀之后再撒上一点葱花和白芝麻 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真的太香了 好了 接着把白菜叶子撕成小朵 再切点大蒜和干辣椒 然后准备一个碗来调一个非常重要的料汁 往里面加入食盐 鸡精和白糖 再加入少许的老抽 加入一勺生抽和两勺陈醋 再加入一点清水 再加一勺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白菜已经腌好了 腌出了很多的水分 然后再用清水把白菜帮清洗一下 洗去多余的盐分 尽量用力把水分挤出来 然后放入盘中 起锅烧油 放入大蒜和干辣椒 炒香后放入白菜帮煸炒 把白菜帮炒软后再放入白菜叶子 然后把白菜叶子也炒软 白菜叶子炒软之后倒入刚调好的料汁 接着再稍微翻炒下即可出锅装盘 用这个方法炒出来的白菜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开胃又下饭 做法也很简单 在搭配上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真的是太好吃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我们下期再见